哈囉 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希望我的頻道 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追取Bilibili 還有Discord 然後這款遊戲是在大老師的這個社群裡面有觀眾 就是PO這個連結 然後我在看到 然後這個就很像那個 那個 八方旅人 是八方旅人嗎 啟露旅人 八方 好 就做很像八方旅人啊 那我們先看他Steam上面的這個CG圖 可以放大嗎 可以 就是很像 很像 但是他是武俠的關係 所以我就有興趣了 喔 因為八方旅人之前有興趣 想要嘗試玩玩看 可是後來覺得 那個遊戲世界觀 我不是很 就是不是我最熱愛的一個題材 喔 原本是八方旅人 然後後來改旗路旅人 喔OK 哈囉永香 好 然後 目前還沒有上市 還沒有開放可以購買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上市 不過他今天放 預告片出來應該是快要了 然後他是一個武俠類型的像素 風格的 武俠遊戲 對 我覺得 這樣子像素然後做成武俠遊戲 呃武俠世界我覺得蠻適合的 蠻適合的 然後這個就很有 我覺得這還蠻不錯的耶 我真的覺得真心覺得不錯 我覺得他不像 不是小品遊戲 他他有說結局是開放式的樣子喔 我記得看一下喔 看不出來 電話遊戲呢 是一個被一個清虛真人出手得救啊 然後默想成為一代大俠 喔 踏入中原武林 你的選擇 將改變 整個霧靈的故事 與江湖中各種俠客結交互動 甚至改變他們的命運 改變他們命運 聽到沒 改變他們命運 什麼意思呢 啊就是選擇 要饒他還是不饒他之類的吧 然後可以加入你的隊伍 然後你的結局就不一樣了 OK 好然後還有官方的discord 那個社群喔 然後還有房地中文喔 讚喔 然後這邊的 開發人員跟發行商是廈門studio 就不知道是 正式名稱什麼 不過英文應該是這樣 好角色扮演 發行日期也還不知道 然後在youtube上面已經有 這個預告了 就是 這個 這個預告片已經有了 然後就是大家 看完整的跟音樂的話請上youtube 或是10點上面自己去看喔 我大概拉拉過去就好了 畢竟是 就是還我覺得還不錯 不錯 但是這款遊戲肯定是沒有語音的喔 肯定是沒有然後就是武器介面啊我覺得還不錯 看起來是簡單明瞭那種的 大概就這樣子 還要快一點 好戰鬥 最最重要的戰鬥風格 太極境法 所以這款遊戲要玩的話又要賠贏了 再看一下戰鬥好了 泰...什麼 泰... 哇... 12件 我覺得戰鬥風格是我喜歡的 他是這種的 我蠻喜歡這種的 呵呵 我覺得不錯喔 這戰鬥不錯 這戰鬥風格我喜歡 加入心願單 好我已經加入了齁 代號 還要代號問劍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那個戰鬥我覺得不錯 如果配音就 就是很輕鬆的齁 然後他的特色呢 嗯 一個開放事件嘛 在他的簡介就有講到 可以 呃 呃有很多夥伴啊 可以跟俠客結交互動 很像那個俠客風雲傳之類的 或武林群俠傳 然後 也讓我想到那個 水虎傳 108星好漢之類的 然後 中原江南西域 各個地方的地域 等地區啊 然後可以自由探索這些 城鎮啊 山洞秘境啊 山寨據點等等 也很像金融群俠傳的概念 好 然後 他是用虛幻引擎 然後的像素風格的遊戲齁 虛幻式喔 OK 然後是將 以前的像素畫面切入在3D之中 OK OK 不過他那個 看一下後面還有沒有 自由選擇戰鬥模式 什麼意思啊 喔 他可以傳統的回合戰鬥 然後 如果是操作檔可以選擇即時戰鬥 喔 喔 然後是格子類的這樣子 蠻酷的 好 來 白種武學 金脈輔助 是可以買的是不是 然後不同門派可以搭配不同的武器 學習內動可以增加網家金脈點數 內外兼修 看不太懂 他意思是說不同門派自由搭配不同武器 也就是說 假設我是武當派 我可以搭配 劍 劍是一定的嘛 槍 棍 這些 也可以裝備的意思囉 看起來是這樣 好 再來是 喔 有結交 狹友的部分 NPC又有好感度 哇 那不是跟 跟金蠻像 不過金蠻像 報德值啊 不太一樣 然後這是好感度喔 可以通過 送禮切磋請教等交互方式提高NPC友好度 然後會變成你的隊友這樣子 OK 然後不同門派的NPC有不同的江湖技能 關心友好他們可以將自身的神兵秘籍相送喔 喔 嗨 歐洛菲 當然是要把妹子啊 把漢子幹嘛 多線結局 重點是這個喔 多線結局 自由支線 可以透過自己的選擇改變最終結局 最終劇情 然後主線之外呢 也有大量的支線任務可以給玩家探索 不過這種喔 這種像我這個強迫症的人喔 這個 有很多的支線就很煩了 感覺就跟金蠻差不多 他是友好度 但是NPC的動態演算 喔 大部分NPC有自己的AI行為 他們不會獲得各種秘籍的自我修練成長 喔 喔 懂他的意思了 不過好像也還好 反正就是跟著時間長短然後 有些NPC會變強之類的吧 OK 好 然後他的配備呢 嗯應該蠻高 也不用到很高啦 Ring7 Ring7 到10 7到10 MD Ring3系列 Intel Core i5 6系列 最好建議配備啦 i3就可以玩了 4GB就可以玩了 然後 MD顯卡 R7260 現在顯卡應該買得到 最差的 應該說 NVIDIA是GET X750 應該大家都買得到啦 5G 硬碟空間 5G 6G RAN嗎 6G RAN嗎 6G RAN 建議配配6G RAN 你們沒有6G嗎 我是有 我好像12G還是16G吧 我應該是16G 嗯 希望是不會縮水啦 不過目前看一下 我是蠻有興趣的 我就怕他賣很貴 然後買了又沒時間玩 好然後 這邊有那個 抗龍遊回 有沒有 我覺得他動畫做的 不是 他的招式 那個 呈現的效果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啊 重點還是劇情啦 因為他劇情 沒有講到 所以 最重要是劇情 不過 我可能還是會買啦 可能還是會買 然後一堆遊戲買的 都還沒玩 我的小事到 到底有沒有玩呢 呵呵呵 哎 明後天再說吧 然後 我覺得畫面都蠻漂亮的啦 好 那 可以稍微關注這款遊戲 然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上啦 那上了 我應該是會買啦 應該是會買啦 我蠻有 蠻有興趣的 好 喔 想知道6月還會再更新嗎 那順便玩好了 嗨 螞蟻 我們已經介紹一款遊戲玩了齁 好 這款遊戲 遊戲 如果要關注的話 趕快上Steam上面去關注這款遊戲囉 喔 絕對不是業配齁 絕對不是 剛好看到的 只讓何時可以破除詛咒呢 呵呵呵呵呵 白英雄 好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好啦今天這個 代號問件先介紹到這邊啦 那我們去 做一下 天地節所有的 美日任務了 然後 今天介紹的影片內容 我會明天上傳到 我的頻道裡面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好 就這樣子 好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好希望大家可以 多追蹤這款遊戲囉 按鈕 按鈕